她本想靠养猪挣钱 但产下来的子猪却为何接连死亡 长白 剩下十二头 剩下的还有六头 你看那个猪这个小的 可能又不知道活得多久 忙里忙外都是一个人 她背后又藏着什么故事 没办法 老公又身体不好 乡土专家实地调查 能否找到子猪死亡的原因 那些小猪就是个地小的 它应该是吃到后面那个奶水 不够的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收看 高手来了 莲花县位于江西省西部 鼠山地丘陵地区 素有七分半山 一分半田 一分水面和庄园之称 独特的地理环境 促进了当地养殖业的迅猛发展 以猪肉为食材的美食也是多种多样 江西晒肉 带皮的五花肉腌制后进行晾晒 再下锅油炸 将猪肉的鲜香展露无余 腊肉 当地人春节期间必备的美味 唇香扑鼻肥而不腻 红烧肉 更是餐桌不可缺少的美食 猪肉的需求量 也带动了更多的养殖户养猪 可是尹小兰却遇到了麻烦 求助农户 尹小兰 求助问题 子猪死亡率高 养殖笑一差 接到尹小兰的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了解情况 您这一共有多少猪啊 一共有和母猪有七八十头 这些是怎么区分的呀 这个母猪跟母猪一起 小的有小的关在那边 我看这边是比较大的猪是吧 这个大的就准备去卖鹿的 这得到多大了才能卖啊 大概是十个月左右了 尹小兰的养殖场有两个猪舍 一个母猪舍 一个育肥猪舍 母猪产下的小猪在一月零断奶 断奶后的小猪转到育肥猪舍 进行圈养四位 等到十月零体重达到200到300斤 就可以卖掉 那今年您这猪具体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呀 哎呀 今年那个猪死了好多了 看着也不少啊 这一卷也得有十多头 肯定得有吧 这边有两头母猪生下来的 母猪产子能力强 一胎能产十个甚至更多 母猪单次排卵数量可以达到十到二十五个 再加上子宫绞成弯曲状 被拉长后有一到一点五米 子宫里挤满了小猪 这就是母猪多产仔的秘密 我看您这边这猪有这个颜色深的 有这个白一点的 这是不同品种的猪吧 是有两种品种的 银小兰养的猪 白色的是带长白猪血统的杂交猪 棕色的是带都罗克血统的杂交猪 具有生长速度快 饲料转化率高的特点 且都属于瘦肉型猪 瘦肉率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五 刚生下来的时候 这两头母猪一共产了多少小猪啊 从白 生下十万头 生下了还有六头 都罗克这当时是生了多少 死了多少 生下了四头 剩下还有七头 死了五头是吗 一般情况 一窝猪育肥后 至少有一千多元的利润 然而 银小兰养的猪接连死亡 不但没有挣到钱还得赔钱 让它更担心的是 这批小猪继续养下去 到出篮的时候 最终能剩下几头 心里也没底 这一共多少头母猪啊 有七八 七八肚啊 这些猪这怎么老叫啊 现在肚子饿了 快要喂 我要喂一点吃的给他了 该吃东西了 吃东西了 那我跟你一起 就这些啊 都在这里 这是什么草啊 三十秒 哦 番薯 哦 番薯 就是用那个 红薯鸭 嗯 用那个 刀那个 切子在那里 这个是自己种的是不是 哦 自己种的 我的那个人家不要了 我就 捡回来吧 捡回来的 这个在这里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那个 玉米新打水的 就放在一起嘛 这一天如果要把这些猪都喂饱 吃好的话 这得 因为如果要一饱吃的话呢 三头 四头就可以吃完 我现在就给它 它少吃 那玉米粉是都是买的嘛 现在就少吃点 挣一点钱嘛 这怎么这鸭子都跑过来了 啊 是我养的 这鸭子还在那偷吃呢 啊 是啊 等一下我要赶出去 一共养了有多少鸭子呀 一两百 我看您这一天这够忙活的 又得喂猪 又得喂鸭子 都得您干活 没办法啊 我老公又身体不好 尹小兰的丈夫 宁智仁 前些年做了手术 不能干体力活 家里的重活都落到了尹小兰的身上 养猪是尹小兰一家人生活的指望 但随着子猪接连出现死亡 希望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奢望 尹娜姐她们现在的经济压力非常大 包括她 包括她丈夫需要看病 老人需要善养 孩子上学也需要花钱 所以我觉得 真的很有必要好好帮帮她 赶着天气好就看财啊 看好财 就好赢腊肉啊 每年进入11月份 吴三妹开始忙着做腊肉 但在春节期间销售 把猪肉做成腊肉 一头猪至少多卖1000多元 如果我一下市场的话 全部一抢耳光 乡土专家吴三妹 养猪7年 年初来育肥猪1000多头 这是烧木炭的木窑 有一天我们来砍那个柴 有个野猪跑进去了 我们就说把它养起来 2015年 原本在外打工的吴三妹 因家庭变故回到了老家 一个偶然的机会 收养的一只走散的野猪幼崽 让她萌生了养猪的想法 最终走上了养猪的道路 经过几年来不断学习 总结经验 她不但靠养猪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同时也带动当地 50多个养殖户养猪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 吴三妹和邦小哥 一起来到尹小兰的养猪场 做那个房间还是可以的 猪尊里面要通风透气 就是猪都不容易生病 位置好的话 它就是通风一点 就是夏天就没有那么多太阳 但冬天就没什么好处 冬天它就在这个山洼里面 就是那样很潮湿的 那出现什么问题 生下来就七八天会拉肚子嘛 拉肚子拉得厉害的话就会死啊 拉肚子的时候就死了那么多吗 不是 就是七八天的时候死一两只 过了两三天又死两只 到来了以后呢 现在还是肺又死掉的 哦 成白了 一生出来就死二头 现在呢还剩下六头佛的那个成白 哦 生死这么重啊 这死亡率都是将近50%了 正常来说就是说 成佛率应该要达到80% 有点钱赚 如果是那个成活率是50%的话 就是根本是没有钱赚的 你这个小猪啊 大得大小得小 肯定奶水不足啊 为什么奶水不够呢 究竟是不是母猪奶水不够 导致子猪大小不一呢 为了进一步查找原因 吴三妹决定到母猪社了解情况 给猪社铺到草 为何却成了导致子猪死亡的原因 它那个母猪在这里嘛 就可以那个小猪生在这里了 这样是不行的 同样是养猪 乡土专家是如何保证子猪成活率的呢 这里是小猪啊 你生了一头小猪就往里面放 母猪喂完了之后 那个小猪这边暖和又保温 它就往这边进 这样子还是挺还是挺好的 通过参观乡土专家的养殖场 尹小兰又会有哪些意外收获 山上就每个巨节有什么果子 它就吃什么果子 到了冬天那个猪买得地下去了 它能找得到吗 它那个气味很敏感的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收看 高手来了 养殖户尹小兰 本想靠养猪挣钱 但出生不久的子猪 却接连出现死亡 兰木族请来乡土专家 吴三妹现场探查 但子猪死亡时间 已经过去两个多月 它又能否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呢 母猪一般有六到八对乳头 位于身体前端的两对乳头 秘乳量约占总奶水量的47% 中间的两对占40% 最后两对占13% 母猪产下小猪 往往也会有大有小 个头小的抢食能力弱 一旦吃到后面的奶头 就会吃不饱 体质越来越弱 并且大小不一的现象 越来越明显 那你平时母猪常在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 有那个稻草铺在地下 那你怎么铺 给我铺一下看 我在那个稻草在楼上 要拿下来 这样铺下来就生载吗 就是这样铺了 铺在这个位置了 是啊 它那个母猪在这里嘛 就可以那个小猪 生在这里了 直接放在这里生小猪 是吧 这样是不行的 它那个温度是提不上去的 所以是会产生那个小猪 垃圾一方面的 会着凉啊 那个母猪不是身上好热 有温度吗 小猪一尝下来 然后它不会总是贴着那个母猪 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 它会到处乱跑嘛 那个铺猪 放在那个山上去 都是乱跑 生下来还不是很健康的吗 它那个皮厚 毛层有几层 这个长白的 它那个皮薄一点 那个毛色要稀一点 它就那个保温方面 它就没有那么好 那么好我们又建了那个房子 又放了那个稻草啊 我都觉得这里很浓活的 思想透风怎么保温呢 铺草这种铺草 如果有能在旁边的话 还好一点 没有能在旁边的话 基本上就说 那些小猪是不费成火了 用那个豆腐自己割 自己打 把那个草 放在那里 它那个田里晒干 到了冬天的时候用 还费了心 还没有挣的钱 调查到此 小猪死亡率高的原因 渐渐揭开 刚出生的小猪 体温一般在39摄氏度左右 体温每隔两小时 就会下降2摄氏度到7摄氏度 如果保温不好 小猪就会拉锡 再加上母猪营养不够 奶水不足 小猪抵抗力越发下降 最终导致死亡 然而 尹小兰心里还有一个疑问 一些小猪已经顺利度过了哺乳期 然而依然死亡 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当然来之后 那里是给它吃的啥 我们就是吃这个玉米心 那个放点水 吃这个玉米心 还有放一点那个草 小猪也吃这个 那里吃草是什么草 红薯羊切碎了 切碎了 就是切碎这个 那肯定不行 你那个小猪怎么能吃这个 它消化不了啊 会导致它这个 接受不了这个营养成分 它就是容易拿锡 它相当于小孩一样 你不可能那个小孩子 一断奶就给它吃饭 所以那个米粉 那个奶粉 给它慢慢接受吃 慢慢这样调整 人家有牙了 长牙了 能够磨了 它才可以吃饭 要吃啥呢 断奶之后 它有那个小猪料 你可以到市场上去 给它买点那个小猪料 补充那个营养 不然的话 你这个存活力真的很差的 小猪断奶一般在30日龄左右 处于断奶期的小猪 消化系统较弱 如果直接四位 不易消化的饲料 就会导致消化系统受损 最终导致断奶后的小猪 消化不良 出现拉锡死亡 至此 尹小兰的小猪死亡的主要原因 全部找到了 尹小兰家的子猪 出现死亡情况较严重 在吴三妹看来 除了缺乏技术外 对猪照顾的不够精心 乡土专家吴三妹 邀请尹小兰到自己的养殖场参观学习 第二天一早 帮小哥带着尹小兰 一同前往乡土专家吴三妹的养殖场 吴老师您这拿的是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在山上的野果子 我们这边是叫那个鸡爪 吃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黑色的把它拌掉 这个是能吃的 可以啊 好吃的嘞 这个好吃吗 这吃起来那个口感 像我果汁的那种口感一样 对对对 我看这山上这么多树啊 这种果树也挺多的 对啊 吴三妹的养殖场位于山林深处 正是相中了这里的自然条件 环境舒适 野果种类多样 且与外界隔绝 降低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不但对养殖场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而且利于猪的健康生长 这里是小猪 嗯 刚刚挡来不久的 所以它那个温度还是要保温的 这一窝是生了多少头 活了多少头 这一窝生了十一头 活的是十一头 对我们那里的房 熊子好远的了 是 那我们那里熊子就一帮只有 带我进去去看一看吧 可以 首先用这个保温房啊 它就是你一生了一头小猪 就往里面放 就隔离了那个母猪跟小猪 我们稻草是这么大的房间嘛 所以到处都是有头风嘛 它只有这么空间嘛 肯定要浓和 又有灯 我们没有灯 又没有保卫房 就是添一个稻草 是不好的 跟母猪 不费倒下去 把那个小猪压扁了 那对于刚断奶的小猪 吴三妹给小猪都吃些什么呢 我就是吃这个料的 你看一下 它里面有 它们全部配好了 各种营养的 都是吃这个 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这里面有那个玉米豆腐 还有那米糠石粉 还有那个其他的 味料元素全部在里面 对于刚断奶的小猪 吴三妹味的是 科学配比的颗粒饲料 饲料里面包含各种营养 和小猪生长所需的 微量元素 利于小猪消化吸收 颗粒饲料味一个月后 逐渐添加青草等草料 让小猪安全地度过断奶期 这也是吴三妹的小猪 成活率高的关键 现在我给你看一下 我的猪有多少吧 太短 白天它就是跑到山上去了 吃这个草根树根 山上就每个巨节 有什么果子 它就吃什么果子 就不怕弄走弄丢了 不会呀 我就早上喂一顿 下午晚上喂一顿 它就形成习惯了 它就到晚上它就回回来 吴三妹的养殖场 断奶后的小猪 喂一个月颗粒料后 白天放到山上进行散养 吃野果 基本上能满足 全天采食量的50% 每天早晚 补四青丝料 能占到40% 玉米只有10% 吴三妹采用这种放养的方法 不但增加了猪的运动量 而且肉质紧实 风味更足 不同的季节 在这儿都能吃到什么果子 春天它就有那个春笋嘛 到了五月份它就是有那个营养梅嘛 然后呢到了秋天的时候 它就有那个苗桃啊什么的 还有那个栗子 冬天有冬笋 那您说了这有些果子 是不是都长在树上了 嗯 要在树上的话 它怎么吃得到 有时候它也会看 在靠着这个树上 那个抓痒一样嘛 靠着它树上拱啊 它也会掉啊 撞这个树 那个果子会掉下来 到了冬天 那个猪买在地下去了 它能找得到吗 那个冬笋在地下 它那个气味很敏感的 那个猪闻的那个气味 它容易很容易找得到的 猪的嗅觉很好的 这么小 你看那个它的嘴巴 一瞧一瞧一瞧的 猪的嗅觉发达 比人高七到八倍 这是由于猪的鼻嗅黏膜 绒毛面积大 分布的嗅神经密集 小猪在出生后几小时 就能鉴别气味 以此来寻找乳头的位置 小猪长大了 还能依靠嗅觉 寻找埋在地下的食物 有句话老说 老说你这笨的跟头猪似的 说实话我现在一点都不相信这句话 我觉得猪是特别聪明的 他们自己会去撞这个果树 把果子撞下来吃 而且自己去刨地上的一些树根 可以吃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猪是很聪明的 这是什么呀 这真高 这得有个五六米应该得有吧 对 这是田羊草 全部是用这个来喂玉菲猪 您这种了有多大面积啊 种了有十几亩 这个产量很高的 一年可以割个四茶 这边就是我们种的那个商业 那个商业又吃什么了 商业它是补充蛋白质的 那种这么大面积 这够吃吗 够吃啊 割了它又长 割了它又长出来了 我这个只要种进去那个成本 是不是 后期就不用花钱了 原来 吴三妹和尹小兰一样 也想到用降低养殖成本来提高效益 但吴三妹利用当地的气候条件 因地制宜 种植田相草和桑叶 田相草是一种高蛋白高产的牧草 一年可以收四至六茶 桑叶 消化率较高 适口性较好 也是猪喜爱的一种牧草 这两种牧草不仅能够满足全年猪采食 而且营养丰富 利于猪的健康生长 通过参观 尹小兰认识到 养猪要想取得好的效益 离不开科学的养殖方法 而不是一味地去降低成本 这是干嘛呢今天啊 今天去 去卖的 要去卖鸭子 尹小兰经过和丈夫商量 最终决定把鸭子卖掉 专心养猪 为了解决尹小兰的子猪 成活率低的问题 乡土专家吴三妹 做了充足的准备 你那个窗户风太大了 导致那个小猪保温不行了 尹小兰的猪射存在 保温性差的问题 吴三妹带来了塑料膜 通过给窗户 加装塑料膜的办法 增加猪射的保温性 针对刚出生的子猪 容易出现着凉腹泻的情况 现场给尹小兰的猪射 搭建了保温房 猪射保温的问题解决了 子猪饲料的问题 吴三妹也早有准备 之前不是照着你这里看 那个小猪吗 你是吃了玉米饭子吗 就是营养成分不行 我先帮你带了两包料来过来了 饲料是小猪吃的 对 现场吴三妹给带来了 子猪颗粒料 同时也嘱咐尹小兰 母猪也要吃饱吃好 满足营养需要 这样产下来的子猪 体质好 烫病能力强 也有利于提高成活率 靠养殖致富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较为直接的途径之一 但随着社会发展 养殖技术也在不断提高 所以想要取得好的效益 科学的养殖理念 必不可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